不同政党当然是不同的理念 但是还是要那个民为主来做 这样才知道我们国民的支持 所以我也祝福他 当他就应总统的时候 以后慢慢了解我们的民情 能够把我们美国的公民 跟我们海外的娃侨 能够做到比较民主 少汉 封建的生活